大家好 今天是9月14日 星期四是9月份第八個交易天 股市相當淡淨 而且記者上日走勢也持續偏淡 不過有一點大家應該提到 雖然指數仍然反覆在所有平均而動線之下 但是直到今天為止仍然是咬住18000左右的水平 當然知道在買買兩閒之下 交投是持續偏梳的 先看看指數 行指今早先是高開92點到181001點 之後輕輕再升上18173點 由於買盤不足 結果市房又再轉反覆 一度跌到17928點 相對昨日收市來說 這一分鐘跌了81點 而大部分時間指數都是咬住18000點進行整顧 9月份過了八個交易天 技術上形態上仍然偏弱 而且還是保持一個先高後低的格局 指數是由4號高位18899 跌到11號低位17842點 暫時9月份有波幅有1057點 已經說了很多次 一個月的高低位一般來說 是不應該同時出現在五個交易天之內 當然知道1057點波幅還是小的 指數如果沒有法指向上達過18899 事必是有機會跌穿17842點 講到這一點 我們當然要看看移動線方面的表現 因為直到今天來說 指數仍然是反覆在這麼多種平均移動線之下 只要看這一點 格局應該是屬於反覆育市底的形態 這個底當然是8月22日的底位17573點 100天線其實上已經跌穿250天線 即是移動線的排列已經是由250向下是100 向下是50 暫時10天線仍然騎著20天線 但是市場如果持續在18000點左右 10天線最終都會跌穿20天線 一旦出現這樣的情況 即是移動線的排列就倒墜的模式 假設那一刻 恆子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形態和表現都是偏弱的 這個大家要留意 當然知道 市場氣氛比較薄弱 買賣都兩下 所以成交金額就不是好用的 但是問題就是 市升當然要動力 你沒有足夠的資金去掃貨 那股指數怎麼升 尤其是幾個主要恆子成份股 但是市跌就不需要成交金額 兩手貨一扔下去 指數已經可以炸散了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 第一 指數暫時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如果大市要擺脫不斷向下沉底的威脅 第一個條件 亦都是優先的條件 恆子一 一定要回到10和20天線上 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 10天線現在是18,290 20天線是18,177 如果連這兩點都做不到的話 老實說 就算指數稍微回暖 都是沒有用的 好像今天這樣 指數曾經升到18,173 就是差幾點 沒有法子碰到20天線 可以見到市場氣氛是真的很薄弱的 在這樣的環境下 要做短線炒賣不是那麼容易的 我講過80到85的阿里巴巴 是可以作少少暴露 少少是代表少少是二三百 或者三幾百 不要相關 反正輸贏都不會多的了 反過來 如果你說股價能夠走上去90、95 這個區間 亦都是找你食戶 說到底不會發達的 所以理論上 亦都不需要食炭帕頭的風險 如果你覺得巴巴 買幾百股成本重的話 可以考慮升展的一隻巴巴的營購症 其實動用的資金是少很多 不過這隻9988的call率是19282 行使價是100元 102的三毛錢 到期又是明年1月 實際槓桿大概是7.2倍 阿里巴巴股價如果是85元 這樣計算 19282的call率大概是66 如果阿里巴巴股價能夠升上90元 19282的call率 是有機會見到9,3元 潛作的升幅大概是40.9% 當然 巴巴股價如果跌到83 19282的call率也會低至5,1元 潛作的跌幅大概是22.7% 相關資料由升至提供 如果大家想知道阿里巴巴這隻call率 19282的街貨和條款是怎樣 請進去升至網站 便會看得很清楚 抱歉 然後下次請進去 從來 我會但要進去 等一下 有機會 就是 有機會